大家好,秘义大妹哥又来了,今天是2024年7月23日 今天有一个不行的消息 台下观众问怎么了 有一位选手他撒手人寰呢 又有观众问了,是我们熟悉的身边一员大将 我说不是,他也来自津巴布韦 年仅55岁 小伙子名叫格兰特·韩特森 首先我们谈一下8月10号的宁京职业 那么今年已经举行了好几场 那么这场比赛呢有古典和男子健体 在男子健体很多选手啊也在积极准备 那目前我们知道谢仁义呢也在进行的背景 从最新的状态我们看到股价的很大 目前呢已经提前进入状态了 胸肌很饱满,胸肌的片很大 转过来之后呢倒三角形非常厉害 两大速他出来了 谢仁义呢上身很宽 所以说呢他应该抓住机会 争取在宁京这场比赛直通 在古典方面竞争也非常激烈啊 我们知道雷英奇这位小伙子也会参加 我们知道英奇这个小伙子一直喊着要打212 那么结果喊着喊着又去打古典了 打古典呢肉量实际上看起来呢视觉上挺大 从最新的状态我们看到他和今天上半年呢 我觉得状态有所区别 上半年我觉得他属于什么呢起跑发力啊 那么下半年呢我感觉他有点什么呢 有点疲惫 看到他这个最新状态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觉得他一定要重视两个字 什么健康啊 这参赛啊比赛成绩这都是次要的 身体健康那是一个资本 这种感觉呢也可能是种错觉 那么雷英奇目前在准备8月10号宁京职业 从肉量上说依旧是很大 从这个细节来说呢咱们就不用说了 怎么不用说了大麦哥 就是不用担心啊 细节方面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说的好 健美运动台下八年公式台上三分钟啊 所以说具体到台上是怎么样 我们呢现在还不得而知 那如果要赶上2024年奥赛 那他需要参加9月15号之前的比赛 如果说9月15号没有直通 那今年奥赛就俩子没戏啊 9月15号之前中国宁京职业赛 然后就是8月25号的东京职业赛 然后9月4号中国香港职业赛 那这是古典 如果再看212呢 那说实话9月15号之前 看目前的安排没有合适雷英奇的 也就是说212他要赶在今年奥赛 要参加比赛 没戏 接着到目前古典项目有三名选手 已经有了奥赛资格 陈康金世成和王世天 接下来最容易参加的本地主场 中国职业铺和日本东京职业赛 这两场比赛再进去两个 那分别是谁呢 那有没有可能全是我们的中国选手呢 我感觉这种可能性很大 那么雷英奇到底是本地中国职业pro 还是东京职业pro 且听我下面的分析 那么之前两场中国职业pro 第一场古典啊 冠军金世成啊 雷英奇是第二名 刘凯是第三 刘凯前段时间参加多场比赛 现在已进入了非赛 那目前离冠军最近的一个人之一是谁啊 雷英奇 那么7月7号三亚中国职业pro呢 那么又出现一名大将啊 冠军是王世天 张弩第二名 刘凯发挥不力 只取得了第四名 那么也就是说另一名大将浮出水面 他就是张弩 接下来的宁静这一赛可以说就是张弩和雷英奇两个人的对决 张弩已经明确表示宁静这一赛绝对不会放过雷英奇 两个的肌肉形态和特点不尽相同 我们这里可以粗略的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张弩偏向于造型美感的古典将会对阵谁啊 雷英奇肉量炸糊的古典 会看到一场古典大战的盛宴造型古典VS 肉量古典 我们再看一下张弩三亚职业铺和去年东京职业铺 雷英奇两个人的对比 粗看腿部雷英奇确实显得很猛 但是从上下身比例张弩占据了优势 而泰洛所说的这个在整个场上惊艳泡泡的和这种倒三角形 也就是说V字形X字形 张弩我觉得表现要比雷英奇要强 从腿臀的分离度来说呢 我觉得雷英奇呢可能是在腿后部更升一筹 但是张弩我想啊应该也不差 就像金士成和雷英奇 你说腿部来说 那金士成腿部他不一定有雷英奇尺寸那么大 但是这个金士成绝活就是东京职业部 他拿了冠军战胜了雷英奇 哎 这个中国职业部他也战胜了雷英奇 所以说腿部的尺寸不是问题 如果这个不是问题的话 那么张弩战胜雷英奇的可能性两个字大脏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审美的体格 古典比赛到底是肉量占优势 还是古典美感造型占优势 经过了一番思索 我认为在8月10号这场比赛 在古典造型美感这方面 我觉得他的优胜啊优势要大于肉量 也就是说张弩在保持三亚职业赛的优势的基础上 再进行一些提高 比如像回避一些弱势的动作 第二呢状态再紧一些再干一些 我觉得他战胜雷英奇呢 可能性也是大增 在这里呢我也大胆预测 8月10号这场比赛 张弩可能是要拿 张弩呢现在可以准备一下收拾行李 提前做好每天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下一站就要去拉斯维加斯了 5号之前还有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就是为雷英奇所准备 什么比赛就是东京职业部 去年的东京职业部 我们知道有5名选手分别进入了前5 金士成第一 王世天第二 雷英奇第三 刘翔第四 陈荤是第五 那么成绩来说非常明了 金士成和王世天现在已经直通奥赛了 那么就胜雷英奇了 那么雷英奇参加今年的东京职业部 那不就是冠军吗 宁京职业赛呢是雷英奇的一个热身 那么接下来重点就是东京职业部 英奇呢你也不要着急 为什么你像金士成拿了 王世天也拿了张努也拿了 那不就剩你了吗 你想想在东京职业部 去年已经是第三了 谁还跟你争啊 那么今年不是又是第一吗 多符合逻辑啊 听到这很多的观众啊都输了一口气 有些观众还磨起了眼泪 你大麦哥真是口吐莲花 大爱无穷啊 都给安排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两个比赛啊 有一场重磅迪拜职业部 目前来说名单还没出来 有点奇怪 而在墨西哥的这场比赛 我看到了几名耳熟能详的大将 那其中一个就是来自巴西 哥伦比亚的古典小将迪亚格 还有谁啊 李文浩他也来了 李文浩是有奥塞资格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 刚刚在上星期 在Muscle Contest 巴西战取得古典冠军的谁啊 周瓦斯基 上星期的比赛 我们知道这个周瓦斯基啊 他是一员古典 股价的很大的大将啊 身高很高 他的视觉冲击力 要比底亚格这种造型类的古典啊 他要强很多 没有想到上星期底亚格 就这位选手发挥失利 仅取得第五名 这位选手呢 这次状态很一般啊 腰腹啊 处理的不是很好 而且呢 他那个整个的 我觉得背部肩部啊 血都没冲起来 腿啊 臀啊 还是尺寸还是有啊 但是整体状态 我觉得100分满分 他可能就75分 2023呢 他呢 参加乱比亚取得第16名啊 那么今年阿诺德赛呢 大家可能还要印象 他呢 是取得了亚军啊 哪里的阿诺德 当然是巴西本地的嘞 咱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上星期取得冠军 本周也会继续参加的 这个Jowarski 这哥们呢 就是来自巴西本地啊 他这股价的非常大 去年参加过纽约职业破 整体的感觉呢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上身呢 他这身材比例不错 上身的很宽 很威武 而且呢 他的胸啊 他的腹部呢 我感觉特别出彩啊 在这个单展前臂 公二投机的时候 我是非常喜欢 他这个造型 本周这场比赛 李文浩也会参加 按说他是有奥赛资格的 干嘛还参加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几个因素啊 一个是奖金 第二个呢 就是奥赛前的多亮相啊 给裁判看看 我就是李文浩 李文浩呢 在阿诺德赛呢 取得了一个第三的啊 在巴西站 小伙子我挺喜欢 他做起造型来 插字感很强 腰很细 而且呢名字好记 李文浩嘛 迪拜职业破 我们知道有很多选手 要参加啊 很多中东的大将 所以说迪拜职业破呢 这个可以说是 中东的奥赛了 那么这个可以说 我们又会遇到 泰勒和死地文的组合 鬼背小黑呢 对这场比赛 已经准备数月了 目前呢 他没有什么压力 已经有了奥赛资格了 那么去年鬼背小黑呢 在迪拜职业破 一炮惊人啊 所以说今年呢 再次亮相 我感觉呢 还会往上走 甚至呢 往这个四五三呢 走一走 去年参加呢 拿卡赛的李兰 参加迪拜职业破的心态 也非常好 所以职业首秀 我希望李兰呢 进入首轮啊 我个人还对他形态 还是比较满意 而上周芝加哥职业破 我们知道赛迪克翻车啊 那么他的名次 仅有第六名 而第一名呢 就是这名选手 阿比萨啊 赛迪克明显啊 他这个腹肌都糊了啊 复制不知道发生什么 那么赛号自己 他总结呢 也确实是啊 这回没调整好啊 那么接下来 TAMPURP 他会继续再干 再上我们看到第二名啊 是来自埃及的 埃及实际上 他剑体敌人啊 他这个年岁非常小啊 当年 他呢有一段低谷 那这两年回来之后 成绩还是可以啊 那么第三名 很可惜啊 英国大黑啊 本来还期望呢 英国这个 沃克尔 他能取得冠军啊 没有想到 出现了一个阿比萨 埃及的这次第二名呢 之前好像有过 要转古典的传闻 后来好像实践过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呢 还是继续打男子剑体 这一次的状态非常搞啊 不是非常好 可以说呢 要哪有哪 而且呢 细节都出来了 再回看阿比赛2020年 你看这个 他可是当年2020年 罗马尼亚普的 男子剑体冠军呢 我联想到谁了 前一段时间呢 被泰勒劝到古典的 形体是相当男子剑体的 胆 胆这小伙子挺老实 那赛外后啊 非得要去问泰勒 结果泰勒一句话 你去转古典吧 结果傻乎乎的 还真去了 转了之后 就是右边这个状态 你家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他这样的状态 今年还打古典游戏吗 你觉得 如果泰勒说 你看上去有点虚啊 我觉得你应该练举重啊 他是不是就从健美界退出呢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 我们怎么着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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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